加拿大宣布不向香港出口敏感军事用品 并暂停同香港的引渡条例 总理杜鲁多又说 快将推出同香港相关的移民措施 中方表示强烈不门和坚决反对 李健森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在灰北黑视察食物银行时 公布对香港的新政策 说要与国际社会一同表达 对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的严重关切 被问到会不会仿效制裁俄罗斯吞并克尼米亚的做法 对中国实施制裁 杜鲁多说会继续研究如何回应 和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盟友紧密合作 杜鲁多又说研究国安法的影响之后 加拿大即时起 试出口敏感物资到港 如同出口到中国大陆 同时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条约 更新对港旅游建议 针对港区国安法生效 建议提到加拿大公民 遭到任意拒禁 和移送大陆的风险增加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对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重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部势力干预 加拿大等各别西方国家 出台任何错误举措 都绝不会影响国安法实施 借涉港问题对华施压 远寸在益潮流移动 无意疲浮陷树 唐臂党居 绝不会得逞 有线电视机制的健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